盘典十座著名道观 1. 劳山太清宫 劳山太清宫位于青岛市劳山区劳山盘陶峰下 素有北国小江南神仙之府的美誉 汉武帝时 上大夫张连夫器官归矣 东来劳山见毛安隐居修道 并授徒祭拜 奠定了劳山道教的基础 故张连夫被奉为劳山太清宫的开山始祖 劳山太清宫为全真之派随山派的祖庭 同时也被称作全真天下第二丛林 2. 青城山天师洞 天师洞又称长道观 是青城山最主要的道观 天师洞位于青城山前山半山腰 被青城珠峰环绕 犹如莲花的花心 传说祖天师张道林曾在此步道 最后雨花飞升 天师洞也因此被称作道教第五洞天 3. 山西永乐宫 永乐宫位于山西瑞城县 乃是纯阳真人吕洞宾的诞生之地 永乐宫是目前中国现存最大 保存最为完整的道教宫观之一 同时也是全真教三大祖庭之一 4. 武汉长春观 长春观位于武汉市区 始建于元代 乃是为纪念长春真人秋楚姬 一眼指纱即是救民之功德 观内重重道教全真派 5. 成都青阳宫 青阳宫位于成都市青阳区 有川西第一道观 西南第一丛林之美誉 青阳宫原名青阳寺 始建于周朝 在当时乃是以买卖青阳为主的市场 后传说官令 银西吕老子之约 来到青阳寺寻找老子 遇见一个孩童守千亿之羊 这孩童乃是青帝童子变化 他指引银西找到老子 老子为其掩饰道法 银西因此悟道成仙 就在此修了一个公冠来供奉老子 这便是青阳宫的由来 6. 陕西重阳宫 位于陕西省西安市 重阳宫乃是全真三大祖庭之首 又有全真圣地的美誉 乃是全真道祖师王重阳早年修道和藏谷之地 王重阳宇化后 其弟子马玉席长全真教 在师府坟营附近建立道观 首书祖庭二字 7. 聚荣茅山道院 茅山道院位于江苏省聚荣市东南部 是茅山上青派的发源地 茅山道院始建于东晋时期 距禁已有1600多年的历史 茅山公冠道院最盛时 夺达257处 太平天国时曾遭兵险 至清末 尚存三公五冠 后来又经历不少变故 仅剩九霄万福宫和元福万宁宫 合称茅山道院 8. 武当紫霄宫 又名太原紫霄宫 紫霄宫位于湖北石宴武当山 紫霄是象征天上紫威星座 居中央为帝君 紫霄宫亦为天地中央的紫坛 紫霄宫始建于北宋 被赐名为紫霄元圣宫 到了明初 朱蒂大修武当 赐俄泰选紫霄宫 紫霄大殿正中 供奉真武神像 是武当山尚存最大逆塑像 9. 北京白云冠 白云冠为权真龙门派祖庭 享有权真第一丛林之遇 元初权真派长春真人 邱处基奉元太祖成吉思汉之兆 驻太极公掌管全国道教 太极公遂更名长春宫 及邱处基宇化 弟子尹志平等 在长春宫东策迎建下院 即经白云冠 10. 江西正义冠 位于江西省殷潭市龙虎山 传说道教祖天师张道陵 曾在此炼丹 丹成而龙虎县 第四代天师张胜自汉中 迁还龙虎山 在此建此四祖 龙虎山虽成为道教正义派之祖庭 正义冠也成为正义道祖庭之象征 以上便是今天盘点的 十座道教宫冠 当然道教著名的宫冠 远不止以上十座 比如中南山楼冠台 山西绵山大楼宫 河南太清宫等等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